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继续讲《现观庄严论》 我看网络上听课的人今天稍微增加了一点 但我想可能过两天 尤其是《江王普贤行愿》完了以后 肯定大大地减少 凡是我不怕 我看学院当中的人在经堂里面的人发现 好像不正不见但是到底是有很多人听还是不听 我也不知道 没有他心通 我昨前天外面去潮山的时候感觉应该人很多 如果所有的人从开始到后面听的话 我也觉得比较满足 但是因为经堂里面来的人基本上是 好像除了个别的人以外 一直从开始到现在是比较精进的吧 应该是这些人一直来着的 其他的人到底是在听还是不听呢 我也查不出来 如果是按各自的半计来查的话 应该能查得出来 但我觉得也是多余的是吧 想听就听也可以 不想听就玩也可以 来到这里也不一定要非要听我的课 所以说 我也给大家自由吧 总体上看 经堂里面的人应该开始到最后 看来好像不会减少很多 只要我们《显观众亚论》讲完之前 我是这样想的 其他学院里面的人也好 或者网络上的人也好 我刚开始的时候也说过 其实《显观众亚论》听了 学了 对智慧比较不错的人来讲有疏忽 一般的初学者或者说 以前根本没有闻思 薄弱 法门的这些人 确实也是不一定有很明显的感觉 所以说自己也应该心里有这样的准备 当然我也开始说了 如果这个法门结上一个从传承上的圆满 从头到尾完全听完的话 对个人来讲 或者对我们即生来讲 应该这也是对弥勒菩萨的《显观众亚论》 应该是非常好的一种缘起吧 我是这样想的 那么下面我们也继续讲 刚才说完了 是吧 发完了没有 我好像发了没有 下面我们讲的《显观众论》 《八诗》 《七十一》当中 先讲《八诗》当中第一个讲辩知 辩知由十种法来进行表示 用十种法来说明佛的辩知 佛的辩知 用十种法来说明 那么我们前面从法行 一直到昨天前面讲的趋入修行 之间应该有八个法 用八种法来已经说明了 今天讲到 表示辩知的十种法当中的第九个 也就是说 资粮修行 资粮修行讲完了以后 有一个叫做定身修行 定身修行讲完了以后 我们可以说是第一品 辩知品全部讲完了 在这个过程中 这次我们颂词 应该算是没有讲其他各教派的一些辩论 各教派的一些不同的说法没有讲 所以字面上的解释 按照五八佛佛的解释来做了一些比较明确的阐述 所以我想应该解释 对我个人而言 我也见过很多很多的诸书 包括我们《尼玛拜》当中也有很多大德的诸书 但后来选了两个我翻译的话 一个是美彭仁波切的 美彭仁波切主要是他可能讲的 后面坎波耕火 疫情解释他们整理出来的 这个以前翻译过 这个我自己以前也是学显广的时候 一直在这个上面学的 然后再一个 五八佛佛冬阿丹比尼玛写的 他写的这个非常坚劣 应该在《现观传论诸诗》当中是比较劣的 但他坚密恶要 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这次以科班和有些解释以他为主 而且我把佛佛 我在特意讲义上 留下了活佛这个字 这个为什么呢 我们也不能认为 所有的活佛都是假的 现在批判的语言比较多 我也并不是所有的佛人 所以这样也是在藏传佛教当中 所有的活佛制度也好 活佛的转世制度 确实也是历代高僧的传记当中 非常了不起的 无论是在长久方面 还是在修正和造论方面 当然现在对藏传佛教来讲 也是所谓的活佛 假上师 这些也带来非常大的危害 这一点也是不可否认的 前一段时间 我们学院有个法师 在讲课的时候也说 现在所谓的活佛 已经70%都是很危险的 意思就是说 依靠各种各样的 大多数有些是母亲认的 有些自己认的 有些是其他父亲人的 还有其他的上师 包括有些贿赂 今天有些政府领导的人也是说 他们一直有些人想办活佛证 要给他们 给多少钱都可以 有这种说法 所以这个问题 以前来讲 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所谓的活佛师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尊敬 但现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 已经失去了一定的信任和威望 以后我也可能感觉得到 在汉地有些方面 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 各种观察和非议 在这些问题上面 我对任何一个 活佛也好 堪布也好 上师也好 没有什么个人的恩处 没有任何的 他们怎么样 对我无利无害的 但是我非常希望 我们佛教徒要以法修行 不管是谁弘扬佛法 我们也非常希望以法弘扬 否则我并不是说 我讲得非常合理合法 并没有讲 但我讲一个客观的事实 客观的事实 无论是在我身上发生 还是在别人身上发生 确实也是大家不得不认可的 从此在这个过程当中 无论是谁 对我们的佛教文化 佛教知识有所损害 大家都是不得不批评 因此一些佛教徒 一个是有些人 他故意想利用 第二个 现在汉地很多人 也是特别盲目 他是非常的 自己根本不知道 那天也是一个世间的领导 比较胖一点的 他在说开玩笑 我现在问别人 他是谁 有些居士问 他说 我是某某寺院的一个佛佛 他自己故意这样 然后那个佛教徒马上对他起形象 看到你真的是像一个佛佛 你的耳朵 你的眼睛 真的像佛佛 我也不知道 佛佛的耳朵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佛教徒 有时候真的是这样的 去年有一段时间 我们也是在马尔康医院里面 马尔康医院里面也是我们一个学院工人的 一个佛佛的弟子 他在那边好像照顾一些病人 后来另外一个人来了 来了一些居士 这些居士说来说去 他们谈到有些佛佛的事情 然后这个人 他自己也在说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个佛佛 我也是个佛佛 然后别人马上对他起形 你这是佛佛 那你叫什么名字 那我可不可以皈依你啊 我可不可以供养你啊 其实现在已经成了这样的 所以我刚才也讲了 我对佛佛也没有什么 哪个佛佛都没有 但是现在对汉传佛教当中 有相当一部分人确实需要徒劳清醒 应该我刚才讲了 如理如法地依止善知识 不管是什么样 堪佛也好 佛佛也好 金刚上师也好 空行母也好 前一段时间我们学院里面来了一个 他自己说是释迦牟尼佛还是什么 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到这里来给我们灌顶 后来我们都是准备让他送到举报过去 这样人是故意损害我们的佛教的 后来好像他们不知道怎么样 现在很多很多人 但是有些人因为特别盲目 你是真的 释迦牟尼佛的化身了 我看到网上照片 特别可笑的 有一个女的特别可笑 好像也站在莲花上面 还通过电脑在外面周围 像佛菩萨一样有光华 非常可笑 所以希望大家佛教徒不要太愚痴了 说实在 一个是这些人因为以愚痴 愚痴作为所缘对境 他们的形象是什么呢 他们的能源形象就是 可能人民币或者美金 如罗是藏语 叫阿玛瑞嘎德 郭尔摩 是吧 我又是客中 他们可能所缘对境就是愚痴众生 能源的形象是什么呢 就是钱财 可能地位的很少 所以我们从现观众案论的加行来讲 能取索取方面 都需要具足因缘 不仅仅是所谓的 个别人的一些过失 所以自己的愚痴也呆在里面 别人的愚痴 他的气狂和狭诈之心也在这面 所以我刚才在讲现观众案论当中 不知道突然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形象 这个算是前面的一种加行 修资粮道的话 要观察这个问题 在这里说一下 说一说 今天讲的是资粮道 遍体了 我们前面讲到趋入加行 趋入加行 相当于前面开加加行 讲到要发愿进入六度 然后趋入加行 正式趋入罗伯罗弥陀 通过世间法 出世间法 然后现在讲资粮道的话 就像是一个人真正趋于战场 然后跟对方怨敌进行作战一样的 通过智慧资粮和福德资粮 断除违平 最后真正战胜 开宣回归 这叫做所谓的定身加行 定身修行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第三个 就是叫做资粮修行 资粮旧行也是有分两个方面 众说和别说 难以通达的道理 后面会讲 地资粮和对质资粮是比较难懂的 这是可能今天会讲一点 首先众说 它本体和分类 还有涉意 三个方面 本体就是修行资粮的 资粮修行的本体是什么呢 通过加行 修智慧资粮和福德资粮 也就是说是福慧双云 这就是任何一个大乘道根本的修行 所以是福慧双云 我们这里加行资粮修行的本体 它的分类 众说意乐加行的资粮和别说二资粮的本体 最后要讲到殊胜的二资粮道 分三个方面 首先众说意乐和加行的资粮 在颂词当中是悲极十当六 我们的资粮加行 总共有十七个法 十七个法当中 首先是它众说当中分七个 那么分七个当中 颂词里面 悲和布施等六种波罗蜜多 也就是说修资粮加行 我们刚才讲了修资粮修行 那么资粮修行的时候 它的第一个法是什么呢 就是大悲心 那么大悲心是怎么 依靠大悲心来修资粮呢 我们知道大乘的任何一个法 首先是以大悲心 以大持大悲心作为它的基础 作为它一切修行的根本 正因为是这样 如中论当中也是把大悲心出众后 在三者不能离开的 比喻说明过 所以说大持大悲心 应该是愿天下所有的这些众生 作为可怜的众生作为对境 愿他们离苦得乐 通过四无量修行 发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 然后再进行行持 第一个我们要修资粮 任何一个资粮 每个人都口口声声说 你要复毁双云 复毁双云的基础就要有大悲心 没有大悲心的那种修行 跟外道没有多大的差别 所以第一个要讲到大悲心的资粮 这个叫做意乐圆满的 第二个从总体上分 我们第一个 总说意乐加行那分两个 一个是意乐圆满 加行圆满分为六波罗蜜多 六波罗蜜多当中 首先是布施资粮 其实布施资粮 在相关的诸书当中也会这样说的 通过六波罗蜜多 自己和他让他众得四大快乐 其中第一个布施 让自己和他人得当下的快乐 也就是说布施资粮 先自己愿意布施 慷慨讲 然后对可怜的众生 我所给予的财产也好 身体也好 那么这些进行给他布施 进行给他布施的时候 对方一定会生起满足心 欢喜心 这个时候对方也好 自己也好 当下快乐 我们很多人都是在布施过程当中 可能有感觉吧 如果你有能力发布施的时候 你讲完法以后 别人真的懂得这个法意的时候 你心里很快乐 别人也很快乐 原来思想很贫穷 通过得法之后他永远快乐 当下快乐的 然后我们布施财产的时候 也是别人当下得到快乐 自己也是可能心里很舒服的 你愿意给的东西 给给别人 别人得到利益的时候很开心 这叫做当下快乐 持戒波罗蜜多 也就是说持戒资粮 持戒资粮自己安住于戒律 让别人也是 劝别人修持清净戒律 那么这样的话 持戒戒律 持戒资粮 让自他将来获得快乐 受持清净戒律的话 当然我今生也有快乐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有戒律的人心里很放松 很快乐 因为戒律我们前面也讲过 其实它并不是一种约束 它是一种对人格高质量的教育 我们对人类不同层次的人 都有不同的教育 如果你的层次越来越高的时候 你的人格的教育 越来越严格 所以佛教里面 我们经常也讲过 居士的戒 沙弥的戒 比丘戒 那么这些越来越高的时候 所谓到了比丘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在整个人类当中的话 他的整个思想也好 行为也好 都是一个高层次的标准 所以说戒律 自己也是很多人 你没有受戒的时候可能散乱 包括贪嗔痴 很严重 一旦受完戒之后 自己相续也很平静 清净 有这种感觉 当别人这样的话 实际上受戒律将来获得快乐 这就是持戒之量的作用 安忍和精净 还要禅定度 这三者就是决定性的快乐 决定性的快乐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是谁 你只要修安忍和修精净 还要修禅定的话 那么当时对你身心 有不同程度的快乐 然后他因着这样的快乐 和因着快乐的因的原因 将来这三者 波罗蜜多决定是快乐的 并不会他任何有其他唯一的快乐 所以这三者是决定性的快乐 也就是说 修安忍的话 那么自己没有忍受的时候 心里非常痛苦 有了安忍的时候 即使你的安忍程度 达到一定的时候 即使别人用力道来看你的身体 也是不会感觉痛苦的 精净的话也是这样的 作为精净人来讲 别人看起来这个是很难的事情 但是精净人来讲是不会的 比如说你发什么信 背诵 我们平时听课 作为一个难度人来讲 这是一种压力 或者一种报复 或者一种负担 但是你作为精净人来讲 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 快乐的事情 所以不会有这样的痛苦 还有禅定的话 当你没有心静下来的时候散乱 外在的各种痛苦就会带来的 如果你心一旦静下来的时候 这种享受一般的任何一种财物 也是无法给予的 所以这三者应该是决定心的快乐 然后最后一个智慧度 智慧资粮实际上 他通过智慧来断除自相续当中的障碍 而获得解脱的话 这是叫做永久性的快乐 所以这个我们知道 大家比如说真正是得到出世间道的这种人 那么就是永久性的快乐 这样以后 当下的快乐和将来的快乐 还有决定心的快乐和永久的快乐 那么通过这六种波罗蜜多 前面的包括大悲心 六种波罗蜜多 这个叫做 众所的意乐和加行的资粮 所以我们在修任何的资粮 福德也好 智慧也好 这个资粮不离开六波罗蜜多 这是前面讲的第一层内容 然后第二个 我们别说二资粮的时候 也分为两个方面的 一个是智慧资粮 还有一个是福德资粮 首先智慧资粮它这里应该也涉及到 大概是四个法吧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并修执观道 以极双云道 诸三桥是吧 三桥还是三桥 三桥吧 然后这个就是说 我们六波罗蜜多当中一般来讲 共称前面的布施和持戒 安忍 这三桥大家都共称的是福德资粮当中 禅定和智慧是智慧资粮 精进度也有智慧资粮的部分 也有福德资粮的部分 这是在《入中论》当中也是应该这样分的吧 《入中论》已经没有讲很多年了 如果以后有机会还是要讲《入中论》好吧 好 《入中论》是 二十年前我讲过很多词 然后后来好像我们讲过《入中论》的颂词 然后《入中论》的汉语的 宗喀巴大师的《三桥名义词》 之后好像很长时间都是没有讲 但这个看来以后有机会的时候要讲 因为这里面六道和六道师弟觉得讲得 还有空性方面讲得很殊胜的一些智慧 然后我刚才怎么 现在已经老婆都好像讲不成 一会儿说什么都不知道 还讲什么中观 这样的 我们在这里讲智慧资粮 智慧资粮就是说 并修直观道 直是即知 观是深观道 即知是一个法 深观是一个法 然后双云道 再加上是直观双云 诸三桥方便 修三桥方便 那么这四个法实际上属于智慧资粮 这里我觉得这个科判分的还是 因为很多人现观召论的颂词很难解释 如果我们把科判掌握得很好的法 我原来翻译和交对的过程当中都感觉 我把佛佛还是很了不起的 其实他以前是个拉萨那边的人 后来好像十八岁 十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 十八岁的时候他本来想到藏地 德哥那边来求学 但是他母亲刚开始一直不同意 后来十五岁的时候他想来 最后没有同意 十八岁的时候他就跟母亲说 我要去朝拉萨的一些圣山和佛堂去 然后以这个理由离开了谷土 再失去和在德哥一带 移植了很多很多的善知识 后来有些高僧大德也是认定为 前世的什么什么的活泼等等 后来大概接近五十多年之后吧 五十多年之后他回去的时候 母亲都已经圆寂了 所以他都是没有碰的 因为以前跟现在不同吧 像当年宗喀巴大师也是求学 后来他的母亲在一封信里面 以前他母亲很年轻吧 后来他一根头发 白的头发寄给宗喀巴大师 然后宗喀巴大师也是为了求学 没有回来一样的 我们现在很多道友两三天或者几个月 要去看父亲 看母亲 其实父母有时候也是修行当中的一种障碍 以前特别成功 成就的这些人 对父母的报恩也不一定非要天天到身边去 给你各种各样的照顾 求学上面 后来宗喀巴佛佛当年民族改革 五九年 在那个时候 他刚开始的时候一直讲经说吧 后来好像实在是没办法展开 说是实现圆寂的 以前我看过一个《女传》 所以当时他刚开始在那边求学的时候 生活非常非常的苦 包括他 花园得一点脏霸粉 然后烧水的时间 他用在求学上面 他觉得有烧开水 烧茶 这样花的时间太多了 干脆把这个脏霸粉里面加一点冷水 随便吃一吃 他刚开始求学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精进 是这样的 所以我想他对《现观庄严论》的研究 并不是现在有些大学 看看几本书 在网上顺便搜索 一两个乱七八糟的资料 然后说我是教授 我写什么什么论文 现在很多 我那天给有些个别人说 我说藏传佛教的辩论 藏传佛教的求学精神 现在很多高等大学的确也是没办法想必的 藏传佛教历代的这些大德文 他们在所有的时间 所有的精力 全部都用在这上面 不像现在大学里面 一边玩一边稍微看一两本书 然后名气很大 但实际上肚子里面没有什么知识 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把夫妇对 为什么现观众论的意义 很深地划出来 也有一定的意义 他当时怎么讲的呢 修行之观 第一个讲的 智慧资粮当中的第一个 也就是说 十七法当中的第八个吧 就是说 依靠极致资粮 极致资粮不管修什么法 心一定要有静下来 刚才精力度里面 智慧里面也可以包括 刚才是重说的 现在这里别说当中 实际上这个心完全都是远离一切分别念的 非常寂静的安住 佛经当中也是这样 什么智者心一经 观者思观叉 这个是好像在那个里面讲的 《宝颜经》里面讲的 所以所谓的极致 心一愿转住 这个是叫做极致资粮 然后第二个是叫做圣观资粮 圣观资粮的话 那么我们超生世间道德 完全正无空性无恶的 这种境界叫做圣观 所以极致的话 极就完全心静下来 心静下来的同时 用圣观来通达它的本性 这叫做极致资粮和圣观资粮 第三个叫双云资粮 双云资粮超出了小乘的一切境界 并且极致和圣观完全能双云 不是脱禮的 不是分开的 或者智慧和方便完全都是双云 这也是资粮道 这是一个 然后第四个 它是善巧方便资粮道 善巧方便道也完全超出了 我们世间当中的一些不善巧菩萨的各种行为和见解 而非常具有善巧 所以在大乘菩萨当中也是有 上师当中也有 弟子当中也有 包括有些老师和现在的领导当中 有些人 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 他智慧非常非常不错的 但是他因为不善巧 他得罪无数人 所以他自己也特别苦劳 我不说话不行的 我一说话得罪上上下下的人 他说 我的智慧太可惜了 我也感觉到确实有些人 虽然有智慧也有大悲心 但是善巧方便 善巧方便可能也有前世和今世的各种因缘吧 有些人是不善巧 如果善巧的话 你的智慧并不是很高的 但是你还是做事情 尤其是现在很多弘法力生 确实需要善巧方便 如果善巧方便没有用上的话 包括你在发心的过程 我看有些发心人员 有些管理人员 有些什么样的人 都需要善巧方便 有些没有善巧方便的话 虽然他很精进 他很努力 别人也知道 这个人从早上到晚上很辛苦 但是他的语言 他的行为 都是没有善巧 所以谁也不认可 就非常讨厌 这个人整天都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在菩萨当中 也有善巧方便 我希望很多道友 一方面学二规教言 军规教言 各样宝藏 同时自己也应该经常观察自己的 尤其是现在我们学校的教育 很多都是不算很成功的 所以你到任何一个团体当中 很多人好像对你不满 你自己也觉得别人不满的时候 可能在梦醒上面 不具足善巧方便 这也是有原因 如果一个人对你不好 可能是别人的过失 但是有特别多的人不好的话 我们二规教言论当中怎么讲的 大家记住 所以这种菩萨完全超越世间的 它具有善巧方便 或者善巧方便 菩萨不供的 比如善殊胜 慧香 随喜等等 特别简单的一种方法来能圆满智慧资粮的方便方法 也可以叫善巧方便 拥有这样的圣观 机智 还有善巧方便的智慧 这叫做智慧资粮 当然这个智慧资粮是 证悟空性的层面来安立的 如果这样的话 就像《入宗礼》里面所讲的一样 按照对境 大概的分的话 我们万法可以包括在四孔当中 再分的话十六孔当中 再分的话二十种空性等等 有很多的分类 那这样的话 根据对境的不同 它的有境的智慧 也如果你智慧资粮当中 你要像翻体来分的话 有四个智慧 或者人物和法物的两个智慧 或者再分十六个智慧 二十个智慧 或者断除三十二种增益 也是可以有三十二种智慧等等 你可以这样来分的 智慧资粮应该是这样安立的 然后下面第二个是福德资粮 在他的颂词当中 只有一个福尸 所以我把佛佛 有时候他切颂词 就像我们食堂里面的有些道友 切菜一样 切得太细了 根本没办法吃 好像变成烫了 所以这个显观中央论 抓住一个福尺 下面开始离成一个科班 然后 怎么说的 《入中论》当中 说是布施 慈皆 安忍 应该是 这三种法当中 布施主要是三种布施 怎么说的 是佛陀为主要在家人当中说的前面的三 怎么解释是吧 如是十等三种法 三十多位在家所 人所求生得多 啪梦去 对 十等三法 大多数都是为在家而说的 也是佛德智慧的声音 这是《入中论》当中讲的 所以在佛德资粮当中 他说明了十七法当中的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精进属于智慧资粮当中 然后也属于佛德资粮 他在这里分析的时候 佛德当中并没有特别明显地说 他非要到佛德资粮当中 但是卓泽害怕可能光是一个佛德 只有一个法有点不够 有点孤独 所以本来是精进度 他也可以安立在智慧度当中 但是这个作者为了对布施等佛德陪伴 他就安立在这里 精进度属于佛德资粮当中 对 也属于智慧资粮 布施等前三种也是佛德资粮 这个我们都知道不是安忍资粮 这个是佛德资粮 这个是没有什么辩论的 所以佛德资粮 颂词当中的佛字来说明 第三个 殊胜二资粮 在颂词当中 佛德资粮十地能对之 在颂词当中分这三个 十七法当中 这三句说明四个法 其中第一个 他这里讲佛德资粮 这个本体实际上是 资粮修行的主要本体 实际上就是剑道和修道 这是我们前面也讲了 其实很多道友经常要修解脱道 修解脱道至少也是剑道以上 剑道和修道真正的解脱道 那个时候完全离开了轮回的一切现象 所以我们资粮道的本体 主要是儿子的修行 那么儿子的修行 依靠剑道和修道来的 因为无学道 前面还没有道 资粮道和加行道 还不算真正的道 所以真正的资粮道 我们修真正的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 到了一地菩萨的时候 你的智慧也会圆满 你的福德也会真正以三轮提空来摄持 这个时候福德和智慧都会圆满 这是本体方面讲的 他这里种词 陀罗尼 陀罗尼主要是能智慧资粮和福德资粮的功德 永不自禁 无法穷尽 能祈祷这个 主要是它是从功德方面的一个作用 其实这个种词 一般来讲有八大种词 种词也说陀罗尼 主要是不忘陀罗尼为主 不忘陀罗尼为主当中 比如说它也可以包括在四个陀罗尼 四个陀罗尼里面第一个是人陀罗尼 安忍的人 那么这个就是说通达万法无生空性 这个时候比如说从阿兹当中 或者阿瓦巴扎当中 无生空性当中能散发无量无边的 一切法界的显现法 这样通达忍陀罗尼 这个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赐陀罗尼 如果你通达证悟空性 所有十方诸佛所说的这些文字 词句不会忘记的 然后第三个是伊陀罗尼 伊陀罗尼 那么诸佛所说的这些意义上面 不会有往事的 还有咒陀罗尼 咒语方面的 通达空性的这些瑜伽士 他所说的这些语言 全部都或者说是一种金刚语 它是一种自然性的咒语 那么这个咒语实际上是大成就者 真正是获得一地菩萨以上的成就者 他说出来的 有些是十方诸佛说出来的 比如说我们的观音心咒 金刚萨埗心咒 这些并不是一个人 两个人说的 有些咒语和有些仪轨 获得一地菩萨以上的 他有无生人 真正的证悟空性的境界以后 你才可以有权利 否则有些道友经常自己造一个仪轨 让别人来修 所以你的语言没有什么加持 你如果写个歌 让别人尝一尝 心情舒服一点是可以的 但是要仪轨的话 它一定要起到作用的 所以你的引擎闻 要能倾到诸佛菩萨的 然后你的布施闻 一定要通过这种语言 能布施可怜众生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语言成就 所以一般来讲 第一地菩萨以上才有真正的陀罗尼 他这里讲陀罗尼资粮 这就是让我们资粮的这些善根 无穷无尽 能变得圆满 在这里施地和能对质 施地和能对质后面会广缩的 我们前面课版当中说是 难以通达之力广缩的话 一个是施地 这叫做地质量 然后一个叫做能对质 这叫做对质质量 地质量和对质质量 要会广缩的 那么什么是地质量的话呢 实际上地质量 我们通过修行 通过修行 在厚得的境界当中 能断除各地的 他的违品的染无法 比如说 我是第一地菩萨的话 我第一地菩萨如定的能力 在厚得的过程当中 我获得断正的智慧 我的智慧能断除什么 能断除一地的违品 一地的染无法 这叫做地质量 所以每一个地 这个我们还会讲的 下面会讲的 这个是一个法 还有一个叫做对质质量 对质质量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如定的修行 能断除这个地 维系的这些障碍的种子 也就是说 我如定于一地菩萨的境界 那么如定的智慧 实际上是一地菩萨的监护 他的违品 包括连同他的种子一切会断掉 这叫做对质质量 因此我们要知道 这个质量总共有十七种法 但是这些全部归纳起来 就是智慧质量和福德质量 我们经常也是讲 通过二种质量断除二种障碍 然后现前摄生和法生 说的原因也是这样的 就像六世正理论 还有很多前辈的回向文当中 也是这样说的 原因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后面的刚才 低资量和对质资量 也会广说 后面是舍义 这个舍义就是当者 因为前面是能对者当者 后面有这个念在一起的 资量行刺底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上面的十七种法 资量修行 这个资量修行要知道 这十七种法的 一个是树木 一个是他的刺底 这些完全是可以固定的 当然如果我们从地界来分 它前面的十五个法 是从加行到十地 末位之间可以分的 然后后面的这个地资量 实际上它是厚得的 十地当中的每一个地 它厚得的时候 一个功德的不同案例 所以地资量是在十地的厚得位存在的 然后对质资量 它是实际的柔定 它柔定阶段的时候的一种功德 这个时候是存在的 所以除了这两者以外 其他都是从加行到 当然是比较相同的 资量到的时候也是可以有的 但为什么是相关传论当中呢 一般是资量到的菩萨看不起的 我们都是有时候很有失落感 我们连小资量道都是没有 相关传论一直讲 加行到以上所有的 就像我们是一个幼儿园的学生 要学初中以上的课程内容 当然我们宗教还觉得 有一定的距离 不过我们也知道诸佛菩萨真正的相关 具体是怎么样的 虽然我们现在不是特别的明白 我们自己没有真实的体会 但我们还是非常荣幸 要学习这么高层次的 诸佛菩萨心灵的世界这样的一种知识吧 这一点我觉得确实在座的人还是要对自己内心的提升 增长智慧和信心方面 肯定有不可思议的价值 我们前面讲了资量到的十七法 下面分别说难以通达的道理 我们刚才讲了 一个是厚德的资量修制法 叫做低资量 然后还有第二个 入定智慧的清净对质法 叫做对质资量 分两个方面 首先是第一个 以对质而宣说九谛 还要以果而宣说第十谛 它前面的九谛 通过十种修制来讲的 然后后面的第十谛 以果来安理的 这个科判还是很重要的 大家最好撕下来过后看一下 这样之后 我们这个颂词很容易分析 第一个 前面讲从一到九谛 怎么讲的呢 它也分两个方面 主要的科判 我们可能今天讲前面的科判 它这个是分析说明第一谛的修制 还有说明七余谛 从第二谛 次节一直到九谛之间 也是一种方式来讲的 前面的一谛 比较讲得比较广 所以这个修制 我们十谛的修制 《现观庄文论》里面十谛的修制 也不算很难 说是这里难以通达 但我觉得学过中观的人 尤其是中观里面的 《入中论》 《现剧论》 还有这些 《般若舍颂》也是有一定的帮助 还有《大圆满信心修习》 这些不是很难 那么第一个 我们讲分析 说明第一谛的修制 第一谛的修制 宣说以修制力得一谛 还有宣说十九本体法 还有以生生智慧来修行的道理 分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 就是说通过修制力来得 修制 这里总共有十个 下面所谓修制的本体有 我在这里暂时不解释 你们要记住 每一天都是可能有新的名词 它这里有修制 所谓的修制 有十地不同的修制 第一地的修制 第二地的修制 第三地 一直到十地的修制 实际上修制是一种在自相续当中 能圆满断正功德非常殊胜的 一个方便和智慧 这个修制是这么 比如说第一地菩萨 一地菩萨的相续当中 具足智慧 具足断除的功德 断正圆满的 让他断正圆满的一种方法 特殊的一种智慧 叫做修制 他也有断障碍方面的 也有增长智慧方面的 两个方面都有 《般若经》当中也是专门经常提到的 第一地菩萨的修制什么什么 二地菩萨的修制什么什么 我们可能有些没有专门学过 佛教专用名词的人都是比较难懂 颂词当中是怎么讲的呢 由十种修制 当能得出的 从字面上看 大家都知道通过 我们前面讲了 所谓的修制是依靠后德 后德的话 比如说你入定的智慧 完了之后的 后来的行诸作卧 这些都是可以说 厚德智慧 菩萨在行诸作卧等等 这些都可以说 依靠前面入定的智慧 后来他的十地当中 断除他的染污法 这样之后 通过十种修制 十种修制是下面会讲的 通过十种修制 能得到出地 从颂词当中看 大家都是明白 哦 得一地菩萨的话 他在前面的资粮道 和加行道过程当中 一定要圆满十种修制 圆满十种修制 这个功德圆满之后 才能得到第一地菩萨 所以我们在《显观众严论》的颂词当中 很明显看出了 这样的一个道理 但是在佛经当中 《般若经》当中 也是有其他的 比如说有些《般若经》里面说 诸诸一地菩萨 大菩萨的话 有十种修制 十种修制是哪些那些呢 他后面十种修制 都是一个一个的在说 那么这样的话 《般若经》里面好像讲的是 已经得了第一以后 十种修制的话 比如说我是第一地菩萨的话 那一地菩萨得到之后 那十种修制 一个一个都会圆满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表面上看来 好像到底这十种修制是 你没有得一地菩萨之前是得到的呢 还是得到一地菩萨之后就是得到的 所以在藏地的有些解释 显广传论的大德当中 有不同的说法 作者在这里认为 这个是不相伪的 虽然《弥利菩萨的本论》当中 好像在字面上看 有十种修制当得的话 好像是还没有得地的时候 这十种功德要具足 然后按照《般若经》的观点 已经得到了《般若经》之后 有十种功德 所以未得者以得再进行圆满 就像我们菩提心一样的 菩提心没有生起的时候 依靠这种法性能生起 已经生极力的人 再不断地增上 所以作者认为 这两者都是不相伪的 但是现在藏地个别的 有些片面的见解者 他又非要一个是合理的 一个是不合理的 这种说法不见得有道理 应该是一种片面的见解 所以我想我们也看得出来 这个可能问题不是很大 下面他分别接受 一个是本体 还有一个分类 那么本体 刚才我也讲了 一地菩萨 一地修制的本体是什么呢 就是能圆满一地厚德 福德的端正 这么一个殊胜的 这种智慧和方便 也就是说 什么是修制 修制就是一地菩萨 有一地菩萨的修制 他的端正圆满的部分叫修制 二地菩萨他有 厚得的功德和功德圆满 断除未平的这个智慧 就可以称之为修制 下面我们分类 他一地菩萨的修制 分为财布施和法布施的修制 还有无为布施的修制 分三个方面 首先财布施的修制 在颂词当中说 意乐饶益舌 有情平等心 能施 他这里修制 中国有十个 其中他占四个了 产占四个 也就是说 财布施的时候 第一地菩萨 他具足什么样的呢 一个是意乐 还有第二个是财物 第三个是对境 第四个要行为 其实我们不是一地菩萨 但是我觉得 我们以后布施的时候 一定要具足 他首先是 意乐是什么呢 就是意乐是对所有的众生 没有任何的狭诈性 虚文性 应该是无私的 非常利他的一个清净的心态 布施的话 这个叫做意乐 在颂词当中有意乐 然后第二个有饶意识 饶意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所布施的 财物方面的差别 那么这个财物 一定要对方需要的 对方不需要的 经上添花 或者说本人本来都是有的 他也不缺这一点 然后你再给他的话 没有一样的 一定要有一种雪中送贪 真的他很需要的 他如果比如说 没有钱的话 给他钱 没有要费的话 给他要费 没有什么东西的话 这个时候他很需要的 所以说他是要饶益 饶益的话 对方真正是得到利益的 这个布施也很重要的 我们布施的时候 然后第三个 主要是我们的对境差别 我们现在很多布施 有一种片面性 给自己关心好一点的 他就给 关心不太好的话 就不给 这个我们很重要 以后大家 虽然布施 一定布施 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可能会布施 布施的时候 首先是你心情不清净 你要布施的话 噢 别人可能说 会不会赞叹我啊 我自己今天给他 明天会不会 这个人也很不错的 我今天给的话 过一段时间 我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报应 这样的一种希求汇报 这种布施是心不清净 然后财物的话 财物也是别人必须要的 很需要的 否则别人都是根本不需要的 然后你去非要的时候 去供养 去布施的话 就是多余的 没有用的 有时候不是去年有一个城市里面 只有一个养老院 然后是什么节日啊 那个节日的时候 所有的人政府要求要看养老院 别的地方也没有 所以他们所有的领导 结果那些老人有很多吃的 那些都是根本不需要 已经压在里面了 但是他们还在后面堆 就是这个那个 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些 他们需要钱 但是他们都不给 非要买一些什么饼干 什么面包 然后堆在那些老人身上 这不是什么饶益事 这不是什么 他别人不需要 一定要布施的时候 然后第三个就是 情愿平等 要有平等性 我们这种知识对境的差别 我们布施的时候 一定要别人 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 你的怨恨的敌人也好 你的情结也好 要布施的过程当中 以死同仁 因为现在有些道友 发什么东西 发法本啊 这个时候我们学会当中 经常有这样的一些负责人 他们没有平等性吧 本来这些人应该给的 他具足这个条件 但是该给的发本不给他 私下跟自己的一个朋友 或者跟自己关心好一点的给他 虽然不是你布施 但是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些 平等性都是没有的 这种不合理的 如果你有个人的关系来 帮助别人的话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你要想布施 你要想做一些 比如说我们发心人员的 我们现在发心人员当中 各部门的有些人 也有这种平等性 自己有关系好一点的 不管怎么样 就一直要给他 自己私人舍不得 以公家或者是 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也好 有些人也是这样的 包括我们佛教徒有些 也是完全不平等性来对他 这是不合理的 真正布施的时候 情愿都是平等的 不会分的 因为你的关系好一点 你的亲戚 你的朋友给他布施 其他人不给布施 不是这样的 这个很重要的 然后第四个就是行为上 行为上一定要有一种舍弃 完全都是讲自己三大布施 包括自己的财物 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儿女等 我们经常说 布施 和大布施 和极大布施 这些财物根据自己的能力和修正 完全施给他 这就是财物布施 这个是能施 所以在颂词当中 十个修制当中 前面这四种法 下面讲的法布施的修制 法施的修制 也有大概是可能九个吧 也有五个吧 颂词当中是 尽善有求正法所缘 常法出家行 爱乐求佛生 开禅正法教 这个是法布施 法布施当中 下面第一个是一定要清净 讲经说法的善知识 颂词里面说善有 但是善有 善识都可以吧 法正法师可能喜欢看上师业 道友一样 这个有也可以说吧 一定要有意着 这就是我们法布施的增上缘 很重要的 首先你要想法布施 什么都不懂 从来没有依止善知识过的人 我要想法布施 法布施的话 那你一个非常贫穷的人 准备做财布施一样 你没有依止善知识过的话 那你增上缘都是没有的 所以首先一定要你要想法布施的话 一定会是 就像前辈的这些大德们一样 依止过真正的 如理如实的 善行依止 用三种善行 而且依止的过程当中 真正按照这些传承上师们 并不是今天依止这个法师 然后他也生起了 痛苦了 然后关系不好了 这个班里面待不住了 然后跑到另外一个班去 这个法师也关系不好 后来好像在这里实在没办法 又到另外一个学院去了 在这个学院里面的金刚道友 和法师之间的关系也不好 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那这不叫依止善留 真正依止以法为主 不是以个人为主 个人的自我的关系 这个是不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有些发心人员 有些以自私为主 这个是不合理的 应该是以法为主 以法为主的话 那么以法恩德 不管是谁对你有恩德 都可以完全地接受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么你要想法布施的话 他的法布施的金取因 一定要求三层当中的佛法 正法所缘 正法对境 也就是说 我们求法成了我们的所缘对境 一定要求到大乘小乘的所有的这些法门 如果你没有求到法 你要想布施 确实也没办法 而且求法的时间越长越好 现在很多人连一个现观庄严论开头听 到最后的时候都没有的话 那这样求法的人 我今天这个标还是拿着的 我还没有忘啊 我刚才下来的时候 我想看了一下 这个还是拿着 你看 今天也给你们看 这个不是今天的 前两天的标 但是今天可能在这个上面稍微提升了一点点 一两百个好像也增加了 明天可能会再下来了 像这种人听法也是没有求法 听一节课 两节课 哪有 这个现观庄严论 甚深地这么发 能有俗话 前辈的这些大德们听了多少堂课啊 我昨天看到一个精灭狼 智别光尊子 他的《闻法录》 他以前在上师面前听的这些 每一个他听了那些那些课 那这些真的是 我们后代人太惭愧了 这就是精趣因 然后具有缘 你要想法布施的话 具有出家界的 这个当然并不是在家人 没有法布施的资格 并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一般来讲 自古以来历代的这些大德 真正用法布施 对出家身份非常重要 因为出家身份的话 别人也是对他起信心 然后他弘法的事业 也非常的广大 否则一般在家身份 除了极个别的 像印度的一些大成就者 或者修行相当好的以外 一般来讲 别人也不是很认可的 所以在这里他的具有缘 以出家身份 自己弘扬佛法也好 或者真正要做法布施的话 要具足出家界 然后第四个 他这里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爱乐求佛生 爱乐求佛生的话 他的主要所缘对境 实际上法布施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要求佛陀的摄身和法身 这个目标 原来爱乐见佛生 法尊的翻译当中 稍微有一点点差别 这个你们再对一下 我觉得解释的时候一定要 他的目标是什么 法布施的目标是什么呢 并不是我身体健康 他身体健康 不是这样的 让自己也好 让他人也好 都一定要获得佛果 能真正获得佛的摄身 法身的这么一个目标 这个是他的对境的差别 然后行为的差别 通过以上的 一个是依止过善知识 自己又求过法 自己的身份也是非常如法的 目标已经清楚 那这种法通过上面的这些条件 然后一定要给有缘的众生 进行禅食甚深的佛法 这个很重要 我们现在很多的 尤其是一些出家身份 当然在家身份的传法 也是可以当个辅导 但真正的传法和一些传戒 这些都是出家身份 不管是男宗 女宗 我希望汉地以后也是 自己稍微有一点点 比如说佛教的一些基础 佛教的一些知识的时候 你依止善知识 专门学习过 大概十年 八年以后 可以出去弘法 然后弘法 自己意乐清净的时候 你确实需要弘扬 如果你没有弘扬的话 确实我们身边有这么多可怜的众生 他们对佛法一点都不懂 我们没有这个心 那犯了菩萨戒的 说实在非常不合理的 因此特别希望做法布施 虽然今天我们这里讲的是 一地菩萨的法布施 这个不一定具足 但即使没有具足的话 我们还是应该以相同地 将来变成一地菩萨的因缘 做法布施非常重要 这个是讲的 他的修者 讲的是开禅正法教 下面第三个科判 五威布施的修者 五威布施的修者颂词当中 将地狱为地狮 最后一个通过说地狮语来 救出世间当中的地狮 火风的各种灾难和畏惧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是地狮语 地狮语一般来讲 第一地菩萨以上都会有地狮语 比如说生病 让他不要生病 马上病好了 或者说出现一些地狮火风的时候 这些灾难的时候 也会马上停止的 原来不是有恩扎波德和拉瓦巴 他们之间 印度的大成就者 两位大成就者 当时恩扎波德下面有一个人 他邪见是比较重的 但是他非常听话的 有一次他很河的那边 有一个大成就者拉瓦巴 然后恩扎波德要求他送一些粮食给修行人 然后他说 我怎么做啊 这个河那么大 怎么办呢 他说 通过我的地狮语力把这个江河断开 他说 怎么江河断开呢 他说 因为恩扎波德有很多很多的密费 他说 你用恩扎波德无有贪欲的地狮力 让断开河的话 一定会断开的 然后他心里面想 如果没有贪欲 这么多女人是不可能吧 他心里面产生一个邪见 但是他还是听他的 然后到河边的时候说 依靠恩扎波德无有贪欲的地狮来让河水立即断开 这个时候确实已经断开了 断开之后 他就过那条河 到了岸边 他虽然已经做了这件事情 但后来他自己的成就 因为他当时生邪见的原因 也有耽误 然后到了那边的时候 那个喇娃巴尊者在河边一直睡着 然后他一直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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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了很长时间 才迷迷糊糊地醒过来了 然后醒过来了过后说 这个是恩扎波德给你的供养 你要接受 然后他说 可以接受 然后他就接受了 然后接受一看 江河照样 也一直在流 他就说 那我现在到这边来 你看刚才是依靠恩扎波德的地狮力 我已经到这里了 我现在怎么办 怎么回去啊 喇娃巴说 依靠我无有愚痴的地狮力来过河 当时他心里面也想什么 无有愚痴 刚才睡了那么长时间 我喊了半天都是脚步行 那这不愚痴是什么 又产生一个邪见 但是他勉强也是说 依靠那欧巴德无地势力的语言 河水马上断开 然后河水也照样断开 然后他就回来了 后来他即生没有长久 因为他对两位生产生邪见 但实际上他当时的事情已经成功了 还有其他个别的功德也现前了 因为当时按照上师的一教奉行 也有这样的 还有当时贝罗赞来的时候也是藏地的一些恶生恶鬼 故意他的路上制造违缘 下大雪 这是莲花生大师传记里面有 然后贝罗赞来说 我到印度去求了这么多法 然后我获得成就的敌势力 让所有的这些雪花马上停止 很多雪花都是在空中停止 从此之后世间的敌生再也不敢危害了 有很多很多精彩的这种专解 但我希望我们也不要生邪见 否则我们对成就也会有意义 因为我们每次都是听到一些上师 有些学得一些不可思议的时候 凡夫人经常从正面不去想 然后从反面 凭自己的一些邪念和分别念来评价 这个是不合理的 一地菩萨一般都是他有低识欲 通过低识欲也可以能成就 这就是无畏的 在世间当中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灾难 可以救出来 给他赐欲这种无畏 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讲了十种修制 十种修制的话 在这里主要是每一个地有不同的 比如说第一地的时候不是波罗蜜多为主 第二地的时候持戒波罗蜜多为主 因此在印度的《大经大论》当中也好 还有藏地的高僧大德门的论典 每一个地作众宣说 每一个度并没有其他的功德 但是在这里主要 现前这个功德的时候 以作众宣说而安立 这样也是非常合理的 最后一个就是讲 能深深智慧修行之力 在颂词当中是 必信不可得当知名修制 我们以上讲到了 总共有十种吧 这十种的修制 全部都是在厚德安立的 厚德安立的过程当中 也是如果有三轮的执着 那他成了一个世间的布入波罗蜜多 但在这里应该是 十地当中的每一个地 尤其是我们在这里讲到布施地 第一地菩萨讲布施度 在这个时候 这四种法都是以第一地的智慧度 在肉顶的时候 他用他的智慧来摄持 出顶的时候 获得智慧来摄持 这样之后 必信不可得 真正的 我们前面所讲到的 不管是法布施也好 财布施也好 无为布施也好 所有的这些相 最后不可得 这就是我们《相关传论》 最究竟的一种修行方法 必信不可得 必信不可得的 我们刚才也不是讲了吗 就是断正圆满 是他断正圆满的 这样一种殊胜的智慧和方便 叫修制 所以前面的这十种修制 实际上他每一个 在世修当中 有法布施 财布施 无为布施都有 但实际上必信不可得的 因此这就是十种修制 通过厚德的智慧 能断除他的燃无法或者违品 所以一地菩萨的十种修制 已经讲完了 下面二地菩萨应该有八个修制吧 然后三地菩萨有五个 每一个地有不同的修制 这个从理论上讲 不是很难的 而且讲这些修制的时候 我们凡夫人也有一种共同的 可以能了知 享受的地方吧 所以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 也有很多的道理 会明白 今天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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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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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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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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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